今天我們用至高搭配我們的Arduino S4A Ball 其實那個S4A的程式 來做一個咕咕鐘 那這裡呢帶咕咕鐘的部分 它是用到一顆連續旋轉的四幅馬達 利用這個尺條的原理 往前推開門跟關門 再搭配它原本的音效 會有叮咚叮咚 類似不咕不咕的聲音 再搭配這個燈號來做 不咕鳥的那個 點頭的那個動作會比較難一點 當然也是可以做 那程式來說 其實我們簡單的來寫一下就好了 我們就讓時間到的時候 這邊當然可以設定時間 時間到的時候呢 讓那個不咕鳥出來 出來之後呢就是叮咚 看幾點鐘就幾次重複了 然後呢要退回去 退回去 程式很簡單 但是它的延伸性還蠻多的 那我們就來示範一次 我這邊只按一個空白鍵 就讓它動 好那當然呢我們可以這樣子 下一次出來的時候 就讓它叮咚的次數再加1 那最多到12點鐘 就變成說它要結合這個計時的一個 一個功能來做 做一個時鐘的一個部分 好那這邊呢簡單的一個說明到這邊 你說話 我可以選擇 我可以選擇